目前全台疫情仍未趋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 南部疫情正逐渐进入了确诊数的高原期 面对确诊数居高不下的情况 南部教会的关怀行动没有停下来 不仅是福气教会的幸福小组 转线上开启新的福音大门 武昌教会以及右昌长老教会 更尽心设计了防疫关怀箱 放入许多的食用物品以及祷告文 让弟兄姐妹在居家隔离的阶段 也可以得到内心还有身体的双重祝福 那我们特别也访问了高雄地区的牧者 来谈谈疫情下教会的关怀行动 因为疫情当中见不到面 无法真实的互动 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是把我们的爱心 包含在这个关怀箱里面 我们可以用邮寄的可以送到家里面 在这当中呢 他们不仅敢受到教会的爱心 他们也有真实的亲近神的机会 这是我们整体在牧养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 切诊的弟兄姊妹 教会就是跟需要去关心他们 所以我们都有准备的 在切诊之后一个关怀包 那请小厨长能够给他 也为他们祷告 感谢上帝 现在我们教会经过这几波 都知道怎么样去引领 教会无论是步道事工 牧养事工 当然都不能停 就是不能实体 我们就献上 是不是透过这次的疫情 改变了我们的生态 但是呢 是不是也同步在拓展 我们整个教会的牧养 跟整个传福音的思维 另外我们也有一部分的幸福小组 就改成线上的模式来进行 那么线上模式呢 可能你海外的亲友 过去你很难在实体上 接触得到的 现在不管他们在天涯海角 幸福小组 照样可以临到他们的家